星是宇宙中最令人惊叹和精彩的天体之一 它们在宇宙中诞生 演化并终结的过程被称为星的生命旗 星的生命旗涉及引力 这使得它们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和壮丽景观 本文旨在探索星的生命旗 解释为何它们如此精彩且重要 第一节 星的形成 星的生命旗始于它们的形成过程 星形成的核心是分子云中的物质聚集 引力作用将分子云中的气体和尘埃吸引到一起 形成更加密集的区域 称为圆星形成区域 当这些区域达到足够的密度和压力时 核心开始崩溃 形成一颗年轻的星 第二节 主续星 主续星是星生命旗中最常见的类型 主续星通过核聚变反应将轻转化为害 并通过平衡引力和核反应的力量维持稳定 这种平衡状态持续数十一年 取决于星的质量 主续星的质量决定了其亮度 稳度和寿命 第三节 巨星和超巨星 当主续星耗尽核心的氢燃料时 它们进入下一个阶段 称为巨星或超巨星 这些星的外层层面膨胀 增加了它们的大小和亮度 这一阶段涉及核反应的变化 例如氦燃烧和碳燃烧 巨星和超巨星的生命期相对较短 可能只有数百万到数千万年 第四节 星末期 星生命期的最后阶段是星末期 它可能表现为不同的方式 取决于星的质量 较小质量的星将经历星演化的过程 形成白矮星或中子星 而质量较大的星 则可能演化成为超新星 中子星或黑洞 这些末期阶段是极度剧烈 和有爆炸性的 将在宇宙中产生强大的能量和辐射 结论 星的生命期展现了宇宙中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物理过程和现象 从星的形成到演化 以及最终的终结 星的生命期具有多样性和壮力景观 星的形成和演化设计引力 和反应 物质运动和其他复杂的物理过程 这些过程使得星生命期如此精彩且重要 通过深入研究 新生命期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宇宙的演化和新的角色 这对于天文学和宇宙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